大家好 我是艾圓神 我今天帶給大家 明朝會營時 也會採集48塊 四星武器武器補給箱 武器經驗材料 技能素材 武器素材 首先我們打開小地圖 來到虎口礦場左側的傳送點 傳送點出來之後 然後在我們的就是西南方向 小地圖左在斜角 開車趕這麼快 然後這裡是第一個 然後接著在我們面前 這裡是左邊有兩個 右邊有一個 好 然後右邊有一個 接著我們進入前方的門 如果你進不來 那就是你傳說中的 你只要什麼來的機關秘書 你沒有完成 然後我們進來之後 在左側這個門 我們進門之後 這兩個 好 接著我們在傳送回虎口礦場 左側的傳送點 傳送點出來之後 在我們的北方向 小地圖上方 我們朝這個方向往前 在前方我們就能夠看到一個洞口 在這個洞口的左右兩側 各有一個 火焰石 我們先打我們去近的這一個 然後接著打另一個 打完之後 然後我們上前方的樓梯 上樓梯之後 我們往左拐 然後就順滅一條道 一直往前走 一直往上走 一直往上走 然後我們拐上來之後 然後前方有一個大門 我們抬頭看 這裡有一個大門 我們就進入一個大門裡 然後進門往裡走 進來之後 然後這個左前方 有一個留兩個小蘭花 再大的後方 又是一個 好 打完之後 然後在我們的東南方向 小地圖右下角 在前方大樓梯的右側 你開一下趕這麼快 在這個大樓梯的右側 然後接著就是又是一朵 接著我們爬 接著我們回到那個左側的樓梯 我們上樓梯 上樓梯之後一直往前走 然後一直往前走 走出前面有個小洞口 我們來到洞口的地方 我們走到洞口這裡之後 我們走出來 然後在我們的南方向 小地圖下方 往前 然後往我們右側牆壁這邊看 開箭我們的趕這麼快 又側牆壁這裡 又是兩個 打完這兩個之後 我們打開小地圖 傳送到下方 這一個 呼應軍事旁邊的傳送點 如果說 你這地圖沒有開 你就現在 沿著我 沿著這個現在的方向 你一直往前跑 然後你就能開到這個傳送點了 然後我就不浪費時間了 然後出來之後 然後在我們的 就有看一眼 就是西方向 小地圖左方 我們往前 我們抬頭看這個上方 就有一個 上來之後就是一個 旁邊的那個不是 好 打完之後 我們 在 就是 東南方向 小地圖右斜角 我們爬到這個前方 飛到前方那個橫梁上 石柱上 橫著的石柱上 在前方 我們能夠看到 三朵 開一下我們呢 趕這麼快 這裡有三個 啊 啊 把完這 三個之後 然後在我們的南方向 小地圖下方 開一下對面 對面上又是兩朵 兩個 兩塊 我勾一下 啊 下 下 好 我們打完這兩塊之後 來到這個 最前方 來到最前方之後 我們直接跳起來 從最前方跳起來 好 那我們跳起來 我們跳起來之後 然後看一下 在我們呢 就是東北方向 小地圖右上角 我們朝這個對面走 那我們從這裡 前方 然後我們可以跳起來 在我們的正前方 這又是一個 啊 打掉之後 在我們的西方向 小地圖左方 我們來到這個 無音區的正中間 我來到正中間 然後開啟一下 我們的感知模塊 開啟我們的感知模塊 好 在這個西方向 小地圖左方 這裡有一塊 打完之後 然後我們 接著 北方向 小地圖上方 我們這個 這個方向 我們往前走 開啟我們的感知模塊 然後在前方 又能夠看到一塊 好 打完之後 在我們的東北方向 小地圖右上角 這裡又是一塊 接著我們打開小地圖 再傳送回虎口礦場 左側的傳送點 傳送點出來之後 在我們的東南方向 小地圖右下角 我們朝這個方向往前 然後前方我們跳起來 然後左前方 我們向下的樓梯 我們從這個 向下樓梯走下去 然後前方這個大洞 我們直接跳下去 好 直接跳起來 跳起來之後 你打一下我們的感知模塊 然後在我們的西方向 小地圖左方 這裡有兩朵 接著在我們的 看一眼 在我們的東南方向 小地圖右下角 我們朝這個方向前 這裡有個樓梯 然後開下我們的感知模塊 在樓梯的右前方 又是一個 打完之後我們走進洞 然後同樣的開啟我們的感知模塊 然後同樣的開啟我們的感知模塊 在前方水裡 又是兩個 打完之後我們繼續往裡走 然後接著開啟我們的感知模塊 前方又能夠看到兩個 打完之後繼續往裡走 接著開啟我們的感知模塊 在我們的右前方右側 右側 右側真是有兩個 好 把這兩個打掉之後 這兩個打掉之後 在我們的 北方向小地圖上方 我們從這個地方 我們跳起來 跳起來之後 我們繼續 東 東方向小地圖右方 開線我們的感知模塊 在我們的右側 這立馬就是有一個 然後在我們的左前方 這裡又是有兩個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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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繼續往前走 開線我們的感知模塊 在傳送點旁邊 是有兩個的 它的左側一個 蛤 然後在它的右側 右側還有一個 蛤 蛤 打掉之後 我們打開小地圖 傳送到 虎口礦場下方的傳送點 出來之後 然後看一下 就是在我們的北方向 小地圖上方 我們朝這個方向 然後我們往下跳 在前方有一個山間 看到了嗎 下面有一個山間 這是綠色的 這個綠色的小山間 我們來到最前方的這個 山間的地方 來到這裡之後 然後我們往前看 這個運輸帶的 這運輸帶的前方 又是一個 這個運輸帶的前方 然後我們往前看 這個運輸帶的 又是一個 好 我們把這個打掉 打掉之後 然後在我們的 南方向小地圖下方 開一下我們的桿這麼快 下方這個小山坡上 又是一個 接著在我們的西南方向 小地圖左下角 朝這個方向往前 開一下我們的桿這麼快 然後在前方這個牆體 跟山體連接的這個部分 接著又是兩個 蛤 看 看 接著我們打開小地圖 傳送到 東 這是歸曲港式的地圖 這個東尼研究所 打中 這叫中蘇信標傳送點 傳送點出來之後 在我們的北方向 小地圖上方 我們朝這個方向往前走 一直往前走 一直往前走 啊 我們翻山越嶺 讓我們來到營地裡 我們先來到營地 來到營地送中線 這個武德羅這裡 接著在我們的東北方向 小地圖右上角 我們朝這個方向往前走 然後一直往前走 在下方有一個營地 我們來到營地這裡 來到營地之後 然後它的左側有一個向下的洞口 你們看一下這個位置啊 這個洞口在這裡 你環顧一下就能找到 然後我們下去 下去之後一直順著樓梯往下走 接著開啟我們的桿芝麻塊 然後還沒到 我們再往前走 開啟我們的桿芝麻塊 好 在這個左前方 這格一堆小草這裡 又是兩個 然後這兩個之後 在我們的西方向 小地圖左方 開啟我們的桿芝麻塊 在這格 這個小石垃的後方 又是一個 好 然後之後我們繼續往裡走 開啟我們的桿這麼快 一直往裡走 我們接著往裡走 這個門啊 如果說你沒有解開 你跟它對話一下 對話一下左上角跳過 它就會自動解開 那我們繼續往裡走 然後我們進來之後 在我們的左前方 進那個門之後 左前方就是兩個 這樣 拿掉這兩個之後 我們繼續往前上樓梯 上樓梯之後 我們貼著左側的牆啊 我們貼著左側的牆拐 貼著左側的牆走 然後開啟你的桿芝麻塊 貼著左側的牆上來 這就是三個野喊 叫喊